居民穿着雨衣站在路旁 对经过的机车歧视不断大喊 提醒歧视机车会抛锚 因为这个路段已经水焉一个轮胎高 机车引擎可能随时会熄火 全台豪大雨警戒彰化 远离与射头交界的山脚路 因为雨势来得又快又大 水沟排水波及 整条马路几乎淹成像条小河 比较低洼的路段 淹到连双黄线都已经看不到 来不及领沙巴的居民 只能先拿出救衣服堆 在门口先应急 就怕水沿进屋里 接下来大雨或豪雨 恐怕会连下整整一星期 提醒民众提早做好准备 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 要特别注意预防淹水灾情 记者林一峰 黄欣玄 正好报道